探索太空的秘密一直是 我们所有科学家的终极目标 但在地球的我们没有办法上太空怎么办呢 只能透过太空望远镜一探太空的动态 你看这个照片很美 这是NASA公布了 由韦伯太空望远距捕捉到的宇宙照片 神奇的是照片中恒星发射的光线 来自西元1633年 加密文规团过 好多外星人造访过地球的证据 但其实地球人曾经被邀请到外星球去当访客 连美国政府都知情吗 对 没错 这是一个很离奇的故事 但其实也证明了 其实外太空这件事情大家都相当的好奇 尤其我们刚刚看到韦伯望远镜 他主要在昨天是他在登上太空之后 公布第一批照片之后的满一周年 所以NASA就特别在公布 这第二批的照片 这一年的这个画面 所以他公布这个照片 其实是390光年之外 这个蛇夫座的星云的复合体的照片 那大家要知道这个光年的概念 我们通常年翻后面 你会觉得说它是一个时间概念 但是其实光年它只是一个距离的概念 等于就是说光要跑一年 需要多长的一个距离的时间 所以390光年意思就是说 这个星体它发出的光 它要跑390年才会被地球给看到 所以这就为什么说 你现在看到这个星体很漂亮对不对 但是其实它是在西元1633年的当时的一个模样 所以可以看到包含就是 包含这个星辰也好 包含这个恒星也好 看起来像是一个相当年轻的一个星体 所以现在这个美国NASA花了多少钱 花了100亿美元 一个望远机要100亿美元 对就是为了打造这个新一代的韦伯望远机 你就可想的知它有多厉害 它的外形长这个样子 这边外面黄黄的东西是总共有18片的这种巨型的镜片 打造而成 那底下包含有这个隔热层 包含这个反光层能的遮光层能的 那另外还有太阳能的一个发电系统 都在这上面 那是在前年2021年的12月 透过这个西利亚5号顺利的来升空 不过大家会讲就是说 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发射上去 因为它看起来感觉会很大 因为其实它的这个直径来到了6.5公尺 是之前哈勃望远镜的2.4公尺 大概有大概2.5倍左右 所以你要发射 那怎么办 这要只好折叠 所以你看 它是可以折的 对 现在看到发射的画面 但你透过剖面图你可以看到 这个韦伯望远镜 它就是必须要这样子 透过用折叠的方式 折起来才有办法自己变得比较瘦一点 对 因为展开是一个这样子一个平面 但是它可以折进去 放在火箭里面发射 对 不然你根本没办法升空 因为没有那么宽的一个火箭 那重点是你这样对折之后 发射上去之后 你这样想说你12月就发射 为什么到去年7月 才有第一批画面回来 主要就是因为它打开 非常的花时间 光打开就要很久 对 你看它升上去之后 你包含这个隔热层 包含反光层 甚至包含你这18片的 这个剧情镜片 你的主镜你要打开 你的附近要打开等等 其实前后就花蛮多时间了 那其实这个宇宙的太空望远镜 要放在哪个位置 其实真的也非常的重要 但其实就太阳系来讲 它在地球附近总共有5个 我们所谓的拉格朗日点 这又是重要的名词了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三体运行当中 其实有一个地方 这个拉格朗日点 它会让你在这边运行 比较不用花太多的一个动力 那其实在整个地球附近 总共有5个 那这一个韦伯望远镜 就放在这个L2的一个位置 那它有一个特别的点是 它跟太阳地球刚好是一直线 所以变成说我不管怎么转 刚刚看到那个动态画面 你就可以看到 我不管怎么转 我永远在这个星星的最外围 所以我要看外面的世界 不会被挡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刚刚看到 它打开有所谓遮光层 我只要把后面 不管是太阳 或者是月球地球反射的光 我把它挡住之后 我就没有光害了 所以我可以拍得比较清楚 对 我就看得更清楚了 所以这个都是有 经过精密的一个计算 那其实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韦伯望远镜就真的很厉害 它真的看得非常的远 拍到了什么 拍到120多亿光年以外的 整个六个巨大的星系 那当然我们这样看起来 我们不是天文学校 我们觉得五感嘛 那为什么天文学校 可以大吃一鸡 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大爆炸 就是所有时间空间的起源 是发生在135亿年以前 所以比方说 我要看到135亿光年 这么远的东西 我才有办法还原这个事情 那你已经可以看到 120多亿了 那你距离大爆炸 只剩5到71年 这个距离来看 那是不是很容易 我们就可以找到 这个宇宙起源的一个秘密了 那韦伯望远镜当然 讲说它上太空 当然主要是要探索 这个宇宙大爆炸的第一批 这个星系的一个样貌之外 另外它还有其他任务 包含要找到超级地球 对啊 这大家最想知道的 对啊 到底有没有地方 可以跟地球一样 是有空气 有水 是合生物生存的 那我们以后可以移民过去 这相当重要 那另外要来找的 包含就是 有没有时光旅行的虫洞 那未来我们是不是可以 穿梭时空 这都是韦伯望远镜 打花了那么多钱打造 把它送到太空 要去肩负的任务了 好 一百亿美元打造的 韦伯望远镜 带来非常多 令人绚丽 而且相当值得 这个探究未来 太空进展的照片 那刚才讲到 到底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另外一个星星 有没有另外一个 像地球一样存在的星球 有水 有土 甚至不需要这些东西 也有外星人 可以生存的环境 我们过去常常讲到 就是可能有什么 UFO USO造访 台湾在地球的痕迹 但是现在 不只地球人来 这个地球 外星人来地球 地球人曾经 也上过外星 而且美国的政府 居然知情而不报吗 而且他这一区 还去了13年 那我们参加讲是 韦伯望远镜 你说算拍到超级地球 那你光看不准 那我派人去 总可以吧 对不对 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事件 要从2005年开始 当时在2005年 有一个专门研究 优福的一个专家 他叫做比尔瑞埃 那他就接获了一个 神秘的电子邮件 那里头提到了 美军的机密任务 叫做塞尔波计划 我有把这个 email的一个截图 大概截下来 但是他全部 总长非常的多 那包含 光email就40几页 那整个塞尔波计划 计划书是 多达3000多页 密密码码 记载得非常的清楚 那刚刚画面上 也看到这个比尔瑞埃 他其实也是 非常资深的一个 包含媒体人 所以他收到这个email 他也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你光看 你会觉得说 跟我们理解的这种尝试 你就怎么可能 地球人跑到 外太空星球去 对不对 所以他还特别 把他这个email 是发到了 他的朋友群组里面 他朋友群组里面有哪些 包含美国的高阶官员 包含情报局的 一些高阶官员 问他们说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计划 结果很多人跟他讲说 有 我们确实有听过 这一个秘密任务 那这秘密任务 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从1947年 之前有看我们 这个武器新闻王的官方朋友 我们一定记得1947年 7月我们那时候 跟大家讲过 罗斯威尔事件 当时我们讲到说 当天天上的天气状况 非常的不好 闪电打雷又下雨 那有一个飞碟是掉落在 罗斯威尔附近的 这个农田当中 被人家发现 但是在这一封email里面 告诉你说 当天不是只掉一架 是掉了两个飞碟 可是我怎么只看到一个 对 两个飞碟的位置 距离大概200公里左右 另外一个是在200公里外 同样在新墨西哥州的 佩罗纳山 而且还是另外一个 先被发现了 民众报案之后 报案通知警方 报案通知军方到现场之后 发现旁边有一个 活着的外星人 有活着的外星人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 罗斯威尔事件奇怪 明明有两个 不同的版本说法 说你在罗斯威尔这个农田 你发现这个飞碟 有人说这个外星人 全部都死光了 又有人说里面有活的 到底是什么 原来活的是另外一架 坠落的飞碟那边 发现一个受到轻伤的 一个外星人 那这个外星人受伤之后 当然就如同我们之前讲的 就被带到了美军基地 要来做研究 对不对 那刚开始 他也没办法讲话 没办法沟通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有一个军中的护士 透过意念 透过意识来跟他做沟通 而且还写了日记记下来 对 没错 所以这个东西 都是有机可循 那交叉比对之后 发现这个事情 好像可信度更高了 那现在有一个 这个email里头讲到说 是Toro是一个 里头高阶官员 高阶军官 他是讲说 这个军户离开之后 他们开始 想要用语言的方式 来跟这个外星人来沟通 那甚至他们也有语言学 透过这个下面 很多密密麻麻的 这种符号的感觉 我让你用笔的 用指的方式 进行来沟通 那甚至后来发现 为什么他不会讲话 因为他没有声带 然后因为外星人沟通 都用意念沟通 我不用讲话 所以而且外星人 学习速度很快 你要学英文 学得非常的快 所以甚至军方 还替他植入了声带 那他就用简单的英文 跟这个美军来进行交谈 那这个外星人 你看1947年坠落 但是他到1952年才死亡 等于说他待在美军基地 待了有五年这么久 不过他在死亡之前 当然做过了很多的一些研究 甚至在死亡之前 他也透过 他的这个坠落的飞碟 去跟他的母星球 去做过联系 他发出了几个讯息 带大家来看 包含他说 他告诉他的母星球 说我们驾驶这个飞碟 坠毁了 那全部的人都死掉 只有一个人存活 所以请派遣征援 就是说我需要支援 援军赶快来 所以那是不是有 新的外星人会来 那另外有讲到说 地球人愿意跟 塞尔波星球 互派访问使者 并且建交 那表示说这个地方 是安全的 所以你可以放心来 但是如果你要来的话 美国也会提供 安全的降落地点 听起来感觉很离奇 对不对 那他有成功的 跟他的母星球联系到吗 对 有顺利有联系到 而且有收到回复 而且隔了多久 隔了12年之后 真的塞尔波人 依照约定 前来到美国指定的 降落地点 就是在一个军事基地的附近 而且这个当然是示意图 就是看到美国军官 跟外星人 感觉握手 甚至来了之后 刚刚讲到说 要互相派使者 美军从他们军中 挑了12位 相当优异 而且他有一些专业背景 你可能是生物领域的专业 或者是医疗领域的一些专业 而且还有条件限制 你要无父无母 你是孤儿 就算你从世界上消失了 也不会有人在乎的那种人 派了12个人 经过专业的训练 刚刚讲到1964年来 到了1965年 隔了一年 7月16号 他们登上了 飞船前往塞尔波的星球 到了这个地方之后 你觉得好像 你送出去 有没有回来 不知道吗 明君用告诉你 有回来 他们去了12个人 回来只有8个人 另外4个人怎么了 有两个人 是因为意外死亡 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 死掉的 有两个人是决定 留在塞尔波星球 不回来了 回来的8个人 当然军方就严密的看管 也不让你跟外界接触 开始调查 你在那边干嘛 他们讲到说 所谓的塞尔波星球 它的环境状况是怎么样 包含他说 总共有两个太阳 这两个太阳 所以天气非常的热 也没有所谓的晚上 因为两个太阳就在上面 距离地球大概39光年 大概去的话 按照人类的想象部分 你去的话就要39年 但是因为他们会超光速的飞行 所以他们去 单程只要9个月 这速度就变得非常的快了 当然他说他们人口控制在65万人 因为两个太阳的关系 地表上看起来非常干燥 但是他的水 通通都藏在底下 感觉好像可以助人 所以现在看起来 大家觉得说 美军真的知道 还派人去了外星 完成了外星的光速 超光速的飞行 所以看起来感觉非常非常的厉害 但是到了这个事情 刚刚讲说2005年 曝光出来了 但是到了隔年 2006年 英国情报单位 就开始讲了 有人去问他们 他们说 对 确实 这个塞尔波计划 我企划出看过的3000多人 确实有这件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 他们分析是认为说 这是请一个科幻作家 他的本名叫做 爱丽丝谢尔登 来撰写的 所以他们说 这个是个小说 不是事实 所以说这个神秘邮件 其实是小说 是杜撰的吗 对 所以因为英国 是这样来分析 因为他为什么会这样分析 他说因为当时那个时间点 刚好美国跟苏联 在冷战期间 所以他们为了要营造一个说 我们跟外星人有接触过 所以 我的科技比你厉害 我获得的东西更多 所以你不要轻易的来侵犯我 我可以用外星人的科技 来帮我打仗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推断 但是其实这个作家 他之前在五角大厦工作过 所以有些东西 他也想说真真假假 要大家自己去想象